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不成夫妻 却一生难忘 有一种爱不能做夫妻 但可以相爱到永远 彼此有缘无分 相见恨晚 但保持了一份理智 一生做知己 这个世界上 爱而不得的事情太多 并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最终成为夫妻 这需要天时 地利 以及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遇到 放下并不是放弃 不见不等于不惦念 如果我不是你的理想 就让你到你的世界去飞翔 男孩来自江南小镇 女孩是地道的北京女孩 她们初见就如宝玉初见待遇 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 相恋四年 毕业的时候 女孩把男孩带回家 母亲问她的家事 男孩一五一十说了 女孩惊觉自己的母亲变了脸色 然后拂袖而去 下了逐客令 怎么了 女孩心里忐忑地问母亲 母亲说 因为一些恩怨 她爸爸间接杀死了你爸爸 那时 女孩还小 母亲说 你能嫁给她吗 你嫁给她 我宁愿撞死 男孩不相信 回到南方小镇 疯了似的去问父亲 父亲沉默很久在说 那个时候太乱了 有些事 说不清 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差前江河逆转 一对相恋的人 因为上一辈人的恩怨就要画上句号 怎能恳心甘 女孩跪在母亲面前 求母亲发爱一条生路 母亲说 除非我死 否则永远不可能 母亲为她守了二十多年寡 她如何舍得这如雪心情 女孩绝望了 哭着对男孩说分手 除了你 我一辈子不嫁 我等你 哪怕从青丝到白头 男孩泪流满面地看着她 除了你 我谁也不去 哪怕等你到来世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爱情事业 他们相约 一辈子不分开 永远为对方坚守爱情 毕业五年后 他们依然我心我素 根本不离父母相逼 有人提亲 他们都一一拒绝 他们心中的恋人只是对方 后来 他们偷偷约会 背着双方父母 因为空间怎么会隔断 彼此间的爱情啊 这五年 女孩在北方 男孩在南方 每隔两个月 他就会坐火车去找她 从北京坐到那个小城 有时只买一张硬座 只被剩下顶钱 为她买些补币 她太瘦了 她看着心疼 这一奔波就是五年 五年从北京到小城 有着女孩一路的爱和欢喜 好背着母亲做这一切 只说是出差 其实 不过是看一眼 远在南方的恋人 二十八岁那年 男孩来找她了 我们私奔吧 或者一起殉情吧 原来她家里出了事 母亲去世了 她是独子 父亲给她跪下说 儿子 你结婚吧 我求求你 咱家的香火 不能断了呀 为了让她结婚 父亲常跪不起 男孩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找她 想和她一起私奔 女孩沉默了 这份爱情 代价太大了 她不能因为自己的爱情 伤了她父亲的心 这样的固执虽然忠贞 但多么自私啊 不 女孩说 我不和你私奔 你没有那个自由 我也不和你殉情 你必须照顾风筑三年的老父亲 去吧 找个好姑娘结婚吧 我不怪你 因为 你的幸福 就是我的幸福 男孩抱住她 放生痛哭 似杜娟的体血无业 她没想到 自己心爱的姑娘 是这样的大度 为了她一家人的幸福 居然对爱放了手 她劝她 你也结婚吧 别等我了 来生吧 来生 我一定娶你 女孩摇摇头 此一生 再难与她人相逢相知 我就当颗守望的木棉 站在风中 等你 最后一面 男孩送给女孩一枚双预铲 珍贵的祖母绿 是她家的传世珍宝 两只蝉并肩而立 那样痴情地看着对方 男孩说 虽然不是价值临城 等你老了 不能动了 就把她卖掉 她可以养着你 看到她 就是看到我了 女孩扑入她的怀中又哭 这个男人 连她的老年都想到了 怕她一个过不下去 把传世珍宝给了她 这一生 爱一场 值了 女孩送给男孩的礼物 是一幅画 那是她画的最好的一幅画 两棵木棉树 开满了花额 一朵又一朵 她申请地说 那是我的盼望 盼望来生 我是其中一朵 而你把我摘下 结婚那天 男孩把花挂在新房里 泪流满面 那两棵木棉树 一棵是她 一棵是她呀 她没有离开 在她的心里 在她的灵魂里 两个相爱的人 相约永远不见 永不再联系 是因为 善良的女孩 想让她把一颗心 破到家里 之后二十年 她们再无任何联系 一个在南方 一个在北方 从此 真正地天歌一方 这二十年 女孩做生意 成了北方著名的画商 她在北京 开了一家 特别大的画廊 而且长期去国外 买画卖画 不过 她还是一个人 虽然有很多追求的男子 可她就是VG摇头 此时 女孩的母亲已经过世 一六时 拉着她的手说 孩子 妈对不起你 耽误了你的一生 你去找她吧 女孩哭了 这话晚了二十年 她一有其有子 她还能去找她吗 二十年后 女孩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头发里有了银丝 额头上有了皱纹 她不再年轻 可是 她的心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她的心里 还是她 全是她 那天 接到电话时 女孩正在去俄罗斯 谈生意的火车上 是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我是她的妻子 女人说 她不行了 一直呼喊你的名字 我知道你 因为 她常常在梦中 喊你的名字 刹那间 女孩崩溃了 浑身躲坐着中途下车 然后赶往飞机场 她必须去见她 不管别人说什么 她都要去见她 纯规梦里相思又相思的人 你要等我 看到对方的刹那 他们都呆了 少年子弟江湖老 红粉家人两边般啊 在医院白被子里的男孩 鼓手如柴 面目早就全飞 她得的肝癌 晚期 如果不是等待她来 早就混去她乡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女孩扑过去 满是委屈 你说过要活到八十岁 你说过你必须是我 近旁的那棵树 男孩已经说不出话 只被微微伸出手 想摸一下她的脸 她把脸没在她的手心里 那手心里 有了一捧一捧的泪 她的妻子 女儿站在旁边 泪如雨下 几个小时后 男孩离世 女孩心痛如死 去布置她的葬礼 她的手衣 是她亲自给她穿上的 为她穿那件贴身陈衣时 她呆住了 她的胸口上有刺青 是一朵莲花 清秀无比 她泪如雨下 她的名字原本是清烈 清烈 那是一朵刺青的莲花 而她的刺青在心里 她的人 她的名字 她的容貌 全在她的心里 也是一刀刺青 一身无法抹掉 葬礼之后 去男孩的家 女孩才知道 她过得那样清贫 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 仍家族四比 妻子下了稿 女孩上大学没有钱 而她如果有钱 也不至于把兵投到这时候 她明明知道她有钱 她的消息在网上有多少 好多拍卖会都有她的身影 她一出手就是几千万 可是她居然没有张过口 这才是她 只是一棵朴素的树 远远地望着她 绝不纠缠她 女孩做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给她妻子买了一栋当地最好的别墅 送她女儿出国留学 然后留下一大笔钱 悄然离去 女孩明白 如果爱这个人 会爱她的所有 她的妻 她的子 她都会爱 原来 爱到最后 全是心疼 全是怜悯 全是那一丝丝 一缕缕不断理还乱的真情 男孩走了 这世界显得那么恐慌而无聊 跟本来就是连在一起 她跟昨天多少年 但现在她走了 一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从此 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 再也没有锦衣欲貌地出现过 不久 她的葬礼在北京决心 她和她死在一年 相隔不到六个月 女孩是忧郁而死的 她无二无女 亲戚说 死时 她手里握着一枚玉 她说这枚玉叫双玉产 是男孩的妻子卖葬的女孩 把她葬在她的身边 葬在了江南的那个小镇上 那是她向往了多少年的地方吧 让她们永远在一起吧 男孩的妻子说 坟前种上僵丝树 坟后种上童心花 让她们在天堂里相爱吧 放下并不是放弃 不见不等于不惦念 如果我不是你的理想 就让你到你的世界去飞翔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 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